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你的心有多诚献给神和爱神的呢? 其中一部分内容都在这本书《轻松得胜》里面有的 这本书是一本帮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 然后如何回应神的爱 处理生命 然后发挥生命 这个图大家看到就是 很多东西 或者心里面很多东西 排斥次序 很多责任 家庭 事业 家务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给神了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呢? 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的 我们刚才会说到 神想我们整个心给神 然后神是逐样管理我们的生命 不是我们做了所有 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心力去爱神 而是整个心去爱神 依靠神 然后给神去改变 但是这个思想模式可能 很多人就说 不太习惯了 我都会讲一下实际如何做法的 首先我们为什么会爱呢? 约翰1书4-19节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是充满爱 还有呢 神的国就是充满爱的国度 当人真的活在神里面 他首先当他多亲近神 他会经历到神的平安 神的安慰 神的感动 神的爱在他身上 你越亲近神 你越会经历到神的爱 当你又回应神 你越爱神 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越大 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回应神的爱 给神的爱去改变 在这里说出神的爱 我们去思想 多点去思想和感恩 第一就是耶稣为我们钉死 我们天天都应该感谢神 多谢天父 我们这么多的罪 如果没有耶稣赦免 我们都要落到地狱 但是耶稣现在救我们 并且将一切的礼物 一起送给我们 我们多谢你 然后下面那里 圣灵感动我们会悔改 离开罪 又是圣灵一直感动我们 即使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都会有时容易发脾气 容易看少一些人 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圣灵会感动我们 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神又会安慰我们 安慰我们 医治我们的心灵 又给力量我们 让我们有力量跟从他 我们越跟从他 就越蒙福 然后又结出圣灵的果子 神又带领和祝福前路 越来越提升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可以经历很多神的工作 但是有些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 很与神疏远 他只是想着 我相信耶稣上天堂 我就关心这件事 或者甚至有些不是 他只是说 我回来教堂 有些人关心我 甚至有些人会这样 他被耶稣的改变 只是很少很少 这样的时候 反而他的生命 是很容易枯干的 我们发觉 月亲神的基督徒 他们很少说到会枯干的 首先就是说到 很多基督徒的心 比世事占有 很多人的心 是比很多人影响的 我们先看过这个图 就是很多责任 家庭 这些事实真的是责任来的 事业 家务 很多事情 下面写着 基督徒未必完全让神去掌管 基督徒很多时 很多决定自己掌管 我听过有些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 我很想神给我一个好的太太 他就是想神给一个好的太太 但是他整个生命是自己的方式 我说你想神祝福你的婚姻 你不是只求一个好的太太 你首先你整个生命给耶稣 你整个生命给耶稣改变 然后你求神安排 神为你预备的太太 你又按照神的方式去爱你的太太 那你就整个生命蒙福 但如果你只是说 我一件事搞定 不过神为我预备的太太 因为祂自己找不到 神为我预备的太太 他就觉得这样 解决他的问题 反而这样的生命其实是很多困难 大家反省一下 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很多 都是我们自己搞定 其实不让主耶稣掌管自己受亏损 有些人说不是 我都挺有钱 我都有我需要的东西 但这些不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 你就算有钱 你吃的东西 好吃点 漂亮点 那是否代表你的生命就丰盛呢 你住一间屋大一点 是否代表你会丰盛一些呢 不是一定的 人最主要是我们生命的丰盛 神也会供应亲近他的人 如果一个人没有给神掌管 他反而受亏损 很多个人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反省一下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些地方 是没有给耶稣掌管 以致受亏损的 罪性的表现是不荣耀神的 人的一生很多地方 背着重担 很多人觉得很大压力 有些人说我真的有这么多重担 问题就是耶稣说 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那里 我就赐给你安息 但很多人就没有把这些重担交给住 他只是自己背着 或者很急躁很猛症 很猛症 造成家庭的问题 人的问题 自私 烦恼 看小人 这些事情是不荣耀神 他的生命只是被很多罪性影响 在启示录有七封书信 耶稣警告以弗所的教会 启示录语章四节 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聚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又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个经文是一个警告 亦都对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耶稣有一件事责备他 就是他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个爱心第一指导爱神 因为最大戒命是爱神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因为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被耶稣改变 是觉得很大的礼物 他心里有一个感激的心 他就会爱神的心强一些 但日子长了 慢慢觉得很多烦恼很多困难 爱神的心就减弱 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处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而保持这个同神关系 有很多人他只是信恩信称义 或者我们称之为直信称义 直着信耶稣而称义 这是圣经的真理 不过不是全部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另一部分就是信心必定有行为的果子 如果一个人说信耶稣但没有改变的时候 他慢慢就会越来越世俗化 他又会跟着其他人 又骂人 说闲话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伤害人 贪心 自私 小祈祷 总之生命很少被神改变 只是想耶稣去救他 这样的时候 他生命越来越枯干 我希望大家被神呼唤 醒不过来 我们是不是属于失去起初爱心的人呢 耶稣警告 祂说你要悔改行你起初所行的事 如果不悔改 圣经是充满恩典的 不过圣经是有警告的 这些警告我们不要当是小事 我说一说一个人 布永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布永康在非洲有很多很多的报道会 很多很多人信耶稣的一个报道家 他在其中一个聚会 有一个牧师很特别的 就是曾经死过 后来他居然回生 这个牧师有一个见证的东西 他首先去到天堂 然后落到地狱 落到地狱的时候 天使跟他说 他说如果今天你生命拆关了 你会留在这里 他说有没有搞错 他说因为你未曾死之前 你有几天 你太太盖了你一巴掌 你就一直都生气他 他不肯遥述 然后天使就让他看 圣经所说的就是 你不遥述人的过犯 天父都不遥述你的过犯 很多人看这几经文没有感觉 但是这个牧师当时看到他的经文 嚇到不得了 因为圣经说明 你不遥述人的过犯 天父都不遥述你的过犯 很多人觉得不要紧 很重要 我们是直信称儿 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必然会去遥述 有这个生命 但是你说很难遥述 那么你一步步向着方向去 求主赦免 求主加力量给你 当一个人真的不遥述 是可以影响他与神的关系 我不是说每一个 还在生气人一定落地狱 我不知道神的判断 但是这个人如果一直不肯遥述 是可以影响他与神的关系 可以影响到程度 他一直一直愤怒 就像素罗一路追杀大位 他的心里一直被疾度控制 以至他和神离开了 人是可以这样的 这个牧师当时吓得不得了 但是天使说 神的恩典救你用 神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那么让他回来 他就在那里说 他回来说之后 你那些人有什么反应 他们立即过去遥述他的朋友 亲戚 或者配偶 以前就觉得还是生气 他不要紧 他现在知道 神说的东西是很认真的 神说的东西是很认真的 这个说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将你的登台 这个登台 在启示录那里说的 就是那个教会 从你的源处来 整个教会都没有了 当人没有爱心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圣经的确有很多警告 不过我们又不是经常在警告之下爱神 如果我不爱神 我就会在登台来 这样爱得很惨 而是说 神这么爱我 我很乐意爱祂 这是最好的 就像有个人 跟太太常说 哎呀 我如果不爱祂 哎呀 我又离婚了 很惨 我所以要爱太太 这样爱法 太太说 你爱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享受一下 我们跟神都一样 我们 真的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爱祂 不过我们的心里 都知道一件事 圣经有警告 我们不肯悔改 我们不肯去爱神的时候 是可以 失去救恩的 另一个经文 临前十六章二十二节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助可就 这句说话真的很厉害 如果不爱主 可助可就 当人抗拒耶稣 就是圣灵感动他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骂他 你不要骂他 你不要伤害他 你不要得罪神 他一直拒绝的时候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我们不去判断人 神会判断 但人也都自己知道 因为他心里知道他有没有回应神 曾经我有一个很不好的经历 这个不好的经历 给我一个提醒 真的看到人的心 是可以很邪恶 当时我是 在一间教会 有一个女孩就告诉我 她有一次 她说 现在有一个牧师 常常去她家教她英文 我问她常常去她家教她英文 她说她喜欢爱心 我问她不爱外面的人 为何要爱另一间教会的人呢 我不是介意她这样去做 不过我觉得奇怪 有一天 这个女孩跟我说 她说我现在离开这个教会 我要去那个教会了 我再跟她谈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说那个牧师 好像她的爸爸 对我好像爸爸 我说怎样好像爸爸 她说她送我回家 她会抱抱我 我说 有点危险 为何会送你回家 又抱抱你呢 她跟你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后来她离开教会 我没有办法挽留 我都尽量挽留 不过她不肯 而我就觉得这个牧师有问题 接着那些人在Facebook看到她的 那张照片有什么不同呢 她转了教会之后 她化妆得非常浓 整个人都不同了 就是完全好像追求世上的东西 那我就说 这个牧师 其实我跟她谈过电话 她说我尽量爱心去爱她 我说你为什么不爱世上这么多失丧的人呢 为什么你总是关注另一个教会的人呢 并且 我跟她说 为什么你要拥抱她呢 她不肯再听我的电话 有些人会这样的生命 就是她的生命 圣灵感动她 她不知罪 我希望大家 可能大家不是犯这些罪 不过 如果你怒恨哪个人 骂哪个人 这堆神没有心 我们需要警醒 祷告 悔改 如果一个人继续不悔改的时候 他可以成为这个经文所说的 可坐可就 或者一个人不爱主 就是 真的有些人 我见过一些教会 有些人 在这里我见不到有 一遍说到就降低了 降低就闭上眼了 他会很快睡觉 有时头盏下靴下 这就是他心里面对于神的话语没有心 其实我圣经很熟 如果我听别人说得 很多都听过了,很多经文都听过了 但我一样,我喜欢,我一样听圣经,我一样听人讲道 我一样听见证,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我很想在人身上学习更多 他的经历,他的分享,我都作为一种激励 这个就是说,我们渴慕神 我们无论怎样都是,我们会听圣经去思想神的话语 怎样更加去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不爱主,不悔改离罪的话,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我希望这里将来我们每个都会见到你 将来上天堂,每个都会认得 上天堂会认得,你又在,感谢主 希望到时每个都会见到 我们真的跟神有这个相爱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蒙福 第二点,就是神想我们整个心都献给他和爱他的 神是想我们整个心给他,有些人说 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呢 因为神是里面充满爱,当一个人爱他的时候 他的心对神开放,他的心就会充满神的爱 还有他会充满圣灵的果子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这么有爱心,有怜悯 有关心,肯牺牲呢 因为他充满神的爱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这么软弱呢 因为他充满世俗 原来我们越被神充满,生命越美丽 越被神充满,人越有信心 在约翼纪五章十三节 说到约翼纪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约翼纪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我来事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翼纪就苦服在地下拜说 我主有什么吩咐牧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翼纪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胜的 约翼纪就照着行了 这个经文他说到看到一个人 有把拔出的刀 他就问他你是帮我们还是帮敌人呢 他说不是,两样都不是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其实在原文下面那里 是正确的翻译 我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英文是as I come as the general of the army of Israel 我是来作为commander 是作为以这个身份 我不是来做的,我已经是了 我已经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是以这个身份 come as 以这个身份,耶和军队的元帅的身份 来到这里的 他被圣灵感读 他知道他是神来的 为什么下面知道他是神呢 这个神的出现 在旧约圣经 我们通常都说是基督 因为基督是 他是自有永有的 虽然他在 马利亚 怀孕的时候,他才降生 这个世界上 但是他因为超越时间 所以他能够在旧约出现 也是耶稣来的 天父 通常向人显现 就是借着耶稣向我们显现 而天父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有分开的工作 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耶稣也是神 圣灵也是神 他就说 他就苦服在地下拜 我主有什么吩咐呢 耶稣军队的圆碎就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耶稣就照着行 就是你把你的鞋脱下来 这是圣地 你不可以穿着鞋在那里 这个地方就是神同在 耶稣军队的圆碎就是 神来到他的当中 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不是我们的助手 他说我不是帮你 也不是帮你的敌人 助手就是 你干嘛我帮你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神我要老婆 麻烦你帮我找老婆 就想神做助手 神不是要做助手 神是做我们的主人 神说我为你预备 你听话 你亲近我 我为你预备最好的 这个就是神想 我们整个生命 有些人就说 这样很惨的 什么都听了神话 就是无事自主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腓诺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然后当基督徒听话的时候 他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他心里运行 那是谁立志呢 是他立志 不过是怎样会有这个志向呢 是圣灵运行 基督徒他跟神关系好的时候 他所有的决定 他的思想言语行为 圣灵感动他行 这样的时候 我用广东话说一句 他没有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神话 神一定祝福他整个生命 当我们真的让神做主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你的生命再不会后悔 你的生命会一直提升 我希望大家渴望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图 这个就是我来 我是以药华军队元帅的身份来到的 来到约书那里 另外就是耶稣向几个门徒显现 的时候在复活之后 约翰福音21章15节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时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这里讲到 耶稣想彼得去喂养他的小羊的时候 首先 你有没有爱我先 你有没有和我有生命的关系 你有没有看重我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 然后先去牧养他的小羊 神不是想我们先去做事的 有些人做很多事情 在马太七章21至23节都讲到 我不是奉你名传道 奉你名赶鬼 奉你名行许多二能吗 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就是说有些人他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 是可以神和他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看看是否和神有关系 你会感受到的 你会知罪 你会想耶稣赏免 我们知罪的心要加强 如何加强呢 有时我们会想起以前做错的事情 圣灵提醒我们 你会想起的时候 你神啊我真的很后悔 我当时这样做 求你帮我憎恨罪的心 真的离开罪 我真的感谢你 你提醒我 我这么多次不听话 你都提醒我 你都感动我 多谢你 那你就越来越感激 多谢天父 你没有放下我 多谢天父继续感动我 就是时时和神有这个关系 你就一定和神有生命关系 你一定是神的儿女 我希望大家很肯定 在这时候你不介意 我想问一问 有几个你真的会感应到这种回应 就是圣灵提醒你的 你会回应神 可能你不是完美 不过总之你是会回应 你不会说 神啊你不要说大话 你是照说大话 神啊你不要骂 还是照骂 是没有回应的 因为你有回应的 可不可以 荣耀神 当你发觉你生命是有回应的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举高的手 我真的 圣灵有感动我 我真的有回应 如果你真的说我不肯定 我希望大家都 一定的 你祷告求耶稣赦免你的罪 你想回你的罪 求耶稣赦免你的罪 圣灵会继续感动你的 你越听话 圣灵越感动 你就会越发觉 生命里面有个声音的 你又爱神 感谢神 多谢天父救我 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然后 《约1章17节》 第三次对彼得说 《约1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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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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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2节》 《约1节》 都是有祂的自我 耶稣就三次问祂 我相信祂一生人很多次会想起这件事 当时耶稣问我三次 到底我自己是否真的爱祂 令祂反思你是不是真的爱 耶稣问你你爱不爱我 可能我们很快就说爱 耶稣再问你 第三次再问你 可能说 到底我生命中是否真的爱神 我有把神放在第几位 我希望大家都会思想 神爱我这么多 我真是回应神 这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表现 就是祂会真是思想 这样的时候 祂的果子一定是美好的 当我们爱神 果子一定是美好的 但可能有些人很内疚 听完说 糟了 我也不太爱 你不要紧 立刻开始爱就可以了 耶稣就欢喜 你开始说 耶稣你帮我爱你 你还没爱得到你 帮我爱你 你教我爱你 我怎样更加爱你 更加尊重你 待会我会讲一下怎样去爱耶稣 耶稣你教我 我试试做 耶稣就欢喜 既然说一杯凉水 神都欢喜 会赏赐 你一尝试爱他 一定会欢喜 所以你爱耶稣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 鼓励自己 我现在爱耶稣 耶稣欢喜 这不是骄傲 而是我真是去做 我真是听耶稣说去爱他 他一定会欢喜 这是信心 相信神应许的 于是我们就有动力 如果不是 经常有些人这样 用那些 以前的电影片段 老婆扭耳朵 你爱不爱我 有些人会这样 你爱不爱我 好像耶稣扭你的耳朵 你爱不爱我 那种心态很害怕 我爱不爱耶稣 我希望大家不是这种心态 而是说 我很乐意爱耶稣 因为耶稣真是好得不得了 好了 将整个心献给 神的后果是怎样呢 整个心献给神又整个心爱神又怎样呢 高文多后书3章18节 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象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与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当一个人事事 躺着脸 即是说他的脸不是收藏的 是开放的 心是开放的 去看到神的荣光 神啊你这样拯救我 你怎样改变我 你怎样感动我 我亲近你怎样得力 我就看到你的荣光 时时看到神的荣光 好像镜子反照反射过来 就会变成主的形状 主的荣光就照在身上 他就是荣上加荣 基督徒是有神的荣耀的 他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荣耀 每一个人的荣耀是不同的 有些基督徒 经常发脾气 经常怒惧 经常怒惧 他的荣耀真的很低 第一个人充满喜乐 平安 不受人影响 永远祝福人 他是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好像整个人是耶稣变成的 这个就是越亲近神 越有主的荣光 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 就会彰显他的荣耀 这是很美丽的图画 希望大家渴望这个经文所说的 荣耀后书3章18节所说的这个情况 约7章38节 信我的人又如经上所记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你信我 你就流出活水的江河 不过这个活水都人人不同 有些人充满喜乐平安 有些人都几枯干 可能好像夏天那些瀑布 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时没什么下雨 那些瀑布都干了 有时留几滴下来 但有些瀑布是涌流的 当我们时时在神的爱中 你的福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 这里讲到福中 其实 圣经也讲到我的心肠肺 去赞美神 去亲近神 讲到原来我们亲近神 主要不是用我头脑 是用我的心怀 是用我的福中 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做的 当你去祈祷的时候不是想我现在说什么 而是从心里面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会发觉人平静很多 你会用我的心怀 去爱神 你会发觉 一路想想神的爱 多谢天父 不只是用头脑 是用头脑祈祷就是神 我有什么需要你帮我 帮我 用头脑 又是心怀和神建立的关系 主啊 多谢祢 我从心底处爱祢 你会发觉 你更加容易整个人平稳安静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会为我们预备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事 是你真是数学不尽 我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可以 现在已经在非洲开始 九处的地方我直播 事奉训练 那里参加的人多数都是牧师和领袖 因为他们懂得听英文才可以 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 神一直为我开路 那些牧师也有很多回应 他们真的回应 他们说得到帮助 我觉得这个 就是神为我预备一件极好的事 我能够祝福人我很开心 也都神给我们这个经济 能够 去帮助这些地方 我很感谢神 我帮助他们 因为神为我预备开了一个宣教机构 以至我能够去支持 去帮他们去买投影机 买电脑 各样的工具 以至他们可以 去 有这些直播 直播看我在Facebook里面的直播 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 神都为你预备 当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你的生命 一定超乎你所想所求 神不会落空 如果你一直爱主 你不会发觉你的生命一直落空 你不会发觉你的生命越来越差 有些人说 我信耶稣 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惨 我们信耶稣 但我们有多少爱耶稣 给耶稣掌管 我们就求主帮我们 天天都想着耶稣 感谢耶稣 如何将整个生命 欠给神 和爱神 如何做 第一 是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是从你的灵魂发出来 尽性在原文 是with all your soul 整个灵魂 灵魂包括什么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的心意 我的目的 我想决定怎样 以及我的感情 都放在神的身上 来爱神 我和神 我很喜欢神 我很喜欢神 神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经常都这样和神说 神你真是好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个就是 从感情 和神有感情 如果你养狗 你和狗有没有感情 狗和人都有感情 那时候我试过在神学院 有老人家就说 可以去他家住 就帮他照顾一下他 他就会 给我们免费住 我和我太太去那里住 有一次那个主人 就进了医院检查 那只狗就 留在这里 那只狗就跟着我 但都睡觉 他总是进回主人的房子睡觉 他习惯了就去那里睡觉 但第二天我发现 那只狗失禁 哇 全个地下 全部 大便 全部都在地下 那只狗失禁 因为主人不在 就 很早就已经失禁 那只狗都会爱主人 其实那些动物 除了狗 那只狗呢 你看到狗的人在那里走 那只狗是跟着主人的 我试过一次 那时在元朗 看到那只狗是很老的 整天躺在 浴袍门口就不移动 但有一天我早上看到那个店铺开门 开门呢 那个主人开门 那只狗我从来没见过他 那只狗的尾巴差不多脱了 很厉害 那只狗是老狗 整天都在地下 但是那天 主人开门的时候 他很兴奋 狗都会这样 很尽心爱他的主人 那我们会不会很尽心爱我们的神 喜悦我们的神呢 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 怎样做 整个灵魂去爱神 怎样爱神 我将它分开四个类别 倚靠 亲近 喜悦 遵从 倚靠就是说 什么都是神负责 我不靠自己 我信靠神的赦罪救恩 祂照顾我 祂帮我 祂计划我生命 祂祝福我 我会进入神的计划 让神带领我 这是倚靠 倚靠就是我凡事都是靠神的带领 我不是靠自己 亲近 就是读经 讨告 渴慕神 我很想神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坐在这里 我现在讲一下有些食物 可能你都会想到 会很喜欢 红豆沙 会不会想到 以前我很喜欢吃红豆沙 当然你会想到红豆沙 你会想到那些味道 不如今天回去 煮红豆沙吃吧 或者 雪耳 雪耳 糖水 可能大家 都会想到一些 喜欢吃的食物 我们会这样渴慕 中意 我们会不会渴慕神 神就说我渴慕你 好像鹿 渴慕亏水 我渴慕你 渴慕亲近神 神就一定是喜悦的 而且喜悦祂 喜悦就是感激祂 以神为乐 神这么多好的东西 祂什么都是好的 我就以神为乐 我就喜悦祂 遵从 我就讨神的喜悦 祂喜欢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还有我侍奉祂 在四月我希望大家记得 倚靠祂 亲吻和喜悦祂 很多人没有加这个部分 但是圣经又讲到 以神为乐 感激神 赞美神 以神为乐 以及 去遵从和侍奉祂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恩 原文是直着 信神的义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有些人说很难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做不到的 但是怎样可以做到呢 你多些亲近神 神你真是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欢喜神 时事思想神的话语 时事喜欢神 神就会在他们的心中生出一种 怜悯的心 你的心就会生出一种 关心人的心 还有生出一种平静 不受人影响的心 是自己生出来的 我认识给大家听 为什么我 现在还这么 迫切去 宣教呢 很多人在我的年龄 已经退休了 为什么 我退而不休呢 因为我的心里面 真的我形容是有不灭的火 我有很多事想做 我很想神给我健康 我不是怕死 我喜欢去天堂 我很喜欢去天堂 我是很想 成就神在我身上的计划 神在我身中所有的一切 而这种动力 我都不能够 说是我怎样生出来的 就是 当我亲近神 自然就生出来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我看到别人也很想帮助人 有人有心去跟从神 我很想帮助 所以你有心去跟从神 我乐意去帮助你 在里面 好像变了 一样是我决定 立志行善 一样是我自己 但是 是圣灵感动我 以至是活着的 不是我自己 是基督在我们活着 我们大家都可以是这样的 而且我活着是 直着信神的儿子而活 我靠着 信神的儿子 信耶稣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写记 很爱我们 为我们每一个人写记 大家看这个图 与主同钉的时候 主耶稣掌管 那人就起落了 整个生命 就变得荣耀 那我们实际做些什么呢 经常想想神的美好 而欢喜快乐 大家看到这些食物 但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的 不过很多时候 想到食物 就不会想到神的 但我希望大家都 每一种食物 都想到神 你真是 很有创意 还有很有爱心 神特别做的食物 各样不同的味道 还有各样都有 其实自然的食物 是有医疗的功效 你时时吃自然的食物 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 还有 感激神赐给我们身体健康 多谢天父 我有的健康 感谢圣灵 感激圣灵 感激有教会 感激神 使用我祝福人 即是说 我们时时 数算神的恩典 你自然一个人 就会欢喜快乐 经常感恩 神是我的一切 感情奔放 有些人说很难 有些人说 祈祷为何感情奔放 如果有人救你 你会不会感情奔放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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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救你上来 你真是很兴奋 多谢你 多谢你 救命恩人 神是我们救命恩人 并且是一生祝福的 祂不是救你一次 祂是永远救我们 并且为我们 祢的天堂 是美得不得了 而今生的 那么好 所以我们也学习 感情奔放 神也对我们感情奔放 在西方的书3章17节 那里说 祂因你欢恩喜乐 默而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是感情奔放 所以我们感情奔放 多谢你 多谢你 我真的欢喜你 神就喜悦 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你天天都欢喜神 试试数神的十样东西 有时候很简单的东西 那就是神有木 如果我们没有木 我们很多材料都做不到 木又怎么来呢 神创造的植物 真的会生木出来 那就是神有金属 有胶 胶有橡胶树 那就是神 我们人的身体这么好 有手指甲 多谢主 手指需要的地方 有手指甲 多谢主 我们的鼻子向下 不是向上 如果向上 落雨 雨水就滴在鼻子上 流汗也流在鼻子上 那就是主 鼻子向下 那就是主 眼睛不在下面 如果眼睛在下面 吃东西就遮住眼睛 那就是主 我们眼睛有眼盖 会闭上眼睛 可以睡觉 那就是主 有眼眉毛 可以挡住你的雨水 多谢天父 就是什么都要多谢神 那就是主 我们的肌肉 很多方面 每一条肌肉 那么奇妙的 我们就多谢神 很感激神 做什么都好 这个图画 你拆牙洗面 你读书 你打球 睡觉 都时时想念神 感谢神 祂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一位 我们感谢神 怎样整日专注在神呢 圣灵感动我 悔改我就悔改了 神感动我 神想亲近我 我就亲近他 神就欢喜了 神很爱我 我就很欢喜 我就爱神 神给我动力 我要祝福人 总是回应神 神就欢喜了 神会带领我们说话 这里讲到你将来受逼迫 你不用想说什么 圣灵会教你说什么 我们不用受逼迫的时候 现在神都会带我去说话 你慢慢会发觉 你讲的东西是圣灵带领你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尝试多点想神 譬如我讲道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想一句说什么 我初期学讲道是这样的 但我现在 好像让心灵涌出来 圣灵就教我说什么 我希望大家都这样 将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神一定会成全的 遇到困难如何呢 但等候耶和阿必重生得力 相信神是掌权的 相信神的智慧 信神的怜悯 信神的公义 我就放心 有什么困难 神一定帮我的 这个就在困难之中 在困难中 倚靠神 困难中 扔着神 神一定帮我 神一定给我智慧 神掌权的 神又帮我的 就是这样 好了 懂得什么人 大家看到图 你看到人有机会跟他谈谈 神就喜爱连述 我就开始想一下 如何跟他建立关系 聆听他 回应他 帮助他 令他欢喜 又找机会传呼音 有什么人 你就为他祈祷 这就是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主 常常感动你去爱神 爱人 那些难相处的人 如何呢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下面那道红色 不要被他影响了 接纳他的问题 尽量善待 找机会去处理问题 就是在心里面 有一种祝福的心 就不是去咒他 有些基督徒 因为会生人 会咒人 会想他的人 他不好 经常去恨他 我们给神掌管就不是这样 如果觉得自己担着淡子 所求于管家是有他的忠心 我忠心就不要担着淡子 神会照顾 相信神在重神那里得到安息 得到安慰 相信神掌权 欣赏自己为主耶稣所做 努力改善 就是说 我做了我就放手了 以上的几点就是在实际生活上 有烦恼 神会搞定 我就放手 我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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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困难 神一定帮我 我不去烦恼 我依靠神 神会给我智慧 会教我怎么做 懂得什么人 神你感动我 如何去帮他 如何向他传呼音 如何去怜悯他 难相处的 我如何不让他影响 而慢慢祝福他 影响他 觉得自己重担不开心 为什么我重担呢 神会怎么帮我 我如何放手呢 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 让神掌管每一个思想言与行为 这几点就是我想说的意思 结论就是整个心 给神去掌管 爱神 你有蒙福的家庭 事会蒙福 神供应你的需要 和祝福 能够祝福很多人 也有神提升 大家想不想是这样呢 我希望大家都活出这种生命 不是很难的 你只要你开始爱神 你就说我爱神 神一定是欢喜的 神一定是祝福 神一定欣赏 神一定是加力 这样你就越来越有动力了 好 我请大家站起身 我们唱这首诗歌 去亲近我们的主 主耶稣 你就是这个地方 当我们亲近你 你一定很欢喜 主 我更靠你 主 我更靠你 祝我更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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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祢 我只归祢 只归祢 多谢耶稣祢如此爱我们 我们要紧靠祢 我们在捉紧祢 我们在捉紧祢 主耶稣帮助我们 当我们真的爱祢 你一定会欢喜 我们未懂得爱祢 耶稣教我怎么爱祢 耶稣一定很欢喜教我们 现在这一阵你跟耶稣说 主耶稣教我怎么爱祢 我怎样更加感激祢 我怎样更加倚靠祢 欢喜祢 捉紧祢 喜悦祢 神祢教我更加去爱祢 去喜欢祢 神一定会欢喜 神一定会欢喜 神一定会祝福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 我们可否跟耶稣说 在这一阵跟耶稣说 耶稣我真的很想更加爱祢 你教我去爱祢 我愿意去爱祢 我愿意把生命 放上给祢使用 我愿意去喜悦祢 由早到晚都感激祢 由早到晚都思想祢 由早到晚都时时爱祢 遵从祢 荣耀祢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更加爱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感谢祢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保守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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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